大家好,我是莫克生 今天把凉洗、凉枕都补上了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不过在车内吹着风扇还不错 外面的景色还是不错 睡了个午觉,现在这个地方车多了,全是仿车 今天的气温外面是33度,我车内现在这个样子是30度 太阳晒到这边了,我打了窗边,流到缝 我前后都没倒,然后这边窗户是全摇下来了 开了这把风扇管用了,开了小风扇那么吹着,不出汗,身上没有汗 总是感觉就是说稍微有一点热,但是它不是太难受 我旁边这个房车正在加水,看着说实话挺费劲的 它用桶来回好几趟了,房车的用水量就是大呀 它怎么不用水管呢,那多省事 有很多人配了一百多米的水管,这样汽水太累了 或者搞个小车车也可以啊 我一个床车,原先都准备了一个小托车 那种折叠的,专门用来打水 当然后来不用了 就这么一个折叠的小车子就可以了 完全解决问题,可以放两桶水 不占地方,你看 原先这边还有个松领袋 打完水一勒,拖了就走了 看看多方便,它关也不累啊 后来我发现床车用不着,我现在都用水袋提水 所以说不是很累,就淘汰了 但是如果是房车的话,你不用水管 我还是建议用这玩意 这一折叠,没多少地方 很方便 下去转转吧 前面这湿地有很多鸟在里面 看看这房车,还有床车 我的车的劲儿,这边也是 这个人挺有意思啊 轮开,绑住啥意思啦 你看看,好像严严实实的 不是滚滚滚,黑龙江的 那这把还搞了很多木材 它是烧火 这在洗澡的 它这看样子是从车上烧的水 又不太像 这像个冷水管 我咋感觉它把房车过得像床车一样 这边是一大夹子 带着老人出来的 搞了个托卦 你看看 这家伙三点座开始做饭啊 拆火炉 炒鸡蛋呢 好用吗这小炉子 你看看 黑锅底 不过这个火是挺旺的 这倒是省电省钱 哎呦,你别说真不错啊 它用不了多少柴火 好像是啊 里边就一小盆木 嗯,行可以 今天好天气啊 都在洗澡 我看看 这是个失望车 晒水的 都用这个晒水洗澡 吃饭呢 什么啊 哎,这么个小帐篷就是放东西啊 嗯 啊,那你们为什么不搞大点的人能进去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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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点的 那不讲 好呀,你要吃啊 你怎么也过来了 啊,不是说一起吃吗 哈哈哈 要我看看你做啥样呢 嗯 他们这都是三点半四点才吃饭 看来是东北的传统啊 一天两顿饭 这是一个特展房车 不过这几年我看到一个怪现象 有很多人进了停车场就不动了 也不进去景点 这样的自驾游有意思吗 虽然沿途也能看到一切风景 看来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 这个车带了个小狗 好,这样把屋 看,把水直接排到这儿了 啊,这是狗笼子 拓展房车的空间就是大呀 所以说有着这个房子就不愿动了 这样也可以理解 给他俩聊了一会儿 这个车他俩税正好 一米四宽 长一米七 可以的 他这个是个五座的 那个七座的比这空间还有大 搬下来十三万多 只不过他的东西啊 也需要搬来搬去的 我问一下 你这个也是防止轮胎晒吗 还是干啥 就防晒 防晒轮胎软上 这看来都是仔细人 防晒都不晒不冷 明白了 转了一圈都聊了聊 这地方的环境是不错 不过车太多了 我准备换地方 那么好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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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